她一直在这里守着自己 似乎感受到了她的目光 沙发上看着文件的男人抬起了头 事件正好和她装了一个正着 痴恩恩做贼一样的 刷地移开了目光 丽贝爵放下了文件 起身 长腿迈开走到她的床边 醒了 头还晕吗 她这一觉睡了一天一夜 要不是今天晚上醒了过来 她都准备让霍益安排飞机 把她带到国外去治疗了 不了 痴恩恩还不知道自己睡了那么久 她以为只是睡了一下午而已 丽贝爵不信她 低头伸出手 在她的额头上试了一下温度 明警的脖唇总算是放松了一些 还好没有发烧 痴恩恩任由她摸 气氛有一点尴尬 忽然 咕噜噜 一声响 整个病房都听到了 痴恩恩猛地捂住了肚子 耳尖发红 那个 刚刚 是幻听 咕噜噜 又是一阵响 仿佛在跟她作对一样 这一次比上次叫的还要响 饿了就是饿了 痴恩恩闹了一个大红脸 刚要反驳 就看到床边的男人按下了铃 不一会儿 一排穿着处事服的人端着热腾腾的粥走了进来 在她的床前一字排开 这是 霍益也跟着进来了 文言帮忙解释道 四少说 您刚做完手术 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所以 决意让人为您准备了粥 赤小姐您放心 这些粥都是经过严格的营养专家检验过的 每一份都能在确保美味的同时 确保您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只是喝一个稀饭而已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赤小姐 这里有华姑鸡肉粥 乌鸡山药粥 保育杏仁粥 她一连报了十几个粥的名字 毕恭毕敬地问 您想喝哪一种 把十锦蔬菜粥给我 池恩还没有做出决定 丽北爵已经下了命令 是 霍益把粥端给了她 带着十几个大厨出去了 顺便帮两个人拉好了病房门 丽北爵坐在床边 用勺子搅弄了一下碗里的粥 咬了一勺 喂在了她的嘴边 张嘴 我自己来 池恩恩伸手去拿 她的手往后一躲 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来什么来 让你张嘴你就张嘴 有这么霸道地照顾人的吗 池恩恩当她在抽风 无奈地顺着她的意思 张开了嘴 粥一入口 她立马被烫的脸皱成了一团 想吞吞不下去 想吐吐不出来 不好吃 丽北爵以为厨师做得不好吃 脸一沉就要发火 我让霍益重新去找人做 池恩恩赶紧抓住她的手 硬是把嘴里的烫得要命的粥给吞了下去 赶紧地说 没有不好吃 很好吃 好吃你的脸皱成了一团 做做的女人 说谎都这么假 不好吃就不好吃 难道我喜欢的女人 还需要勉强自己吃不好吃的东西 霸道 嚣张 又说不出的宠溺 池恩恩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一下 她怕她再不说出真相 丽北爵会真的跑去找人重新做 她狠下心 张嘴说 太烫了 什么 哦 她深吸了一口气 加大声音 不是粥不好吃 我粥没事因为粥太烫了 太烫了 丽北爵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是自己的原因 冷酷的俊脸先是一黑 然后发青 青中又透着紫红 就在池恩恩以为她要发火不干的时候 她绷紧的脖唇 莫不作声地又坐了回了床边 端起刚刚那一碗粥 用勺子搅弄起来 虽然她还是绷着脸 但是还是会时不时地低下头 对着碗里的粥别扭地吹口气 池恩恩看她把碗里的粥 搅得是乱七八糟 石锦和蔬菜 在她粗暴过头的搅弄下碎成了一团 混着糯米 花花绿绿地完全看不出来 是七星级大厨做出来的高级养生粥 她憋了憋 还是没有忍住 丽北爵 要不我自己来吧 丽北爵猛地收回手 口气不好 做好 别乱动 嘴上很强势 手上的动作却是截然不同的温柔 她摇起一勺粥 吹了吹 似乎还不放心 又味道薄唇试了一下温度 才递到了池恩恩的嘴边 不烫了 张嘴 池恩恩眼睁睁地看着她把吃了一半的粥 喂到了自个儿的面前 张嘴也不是 不张嘴也不是 心理矛盾纠结了一顿之后 矮于某人的淫威 还是张嘴吃了下去 怎么样 温度合适没 池恩恩直接把粥吞了下去 垫垫头 虽然迈向惨不忍睹 但温度的确是刚刚好 不烫不冷 温温热热的 刚适合喝 丽北爵梅宇放松了下来 又给她咬了一勺 还是吹了后 自己试了一半 给池恩恩留了一半喂了过去 病房里面安静了下来 眼看着一碗粥见底了 池恩恩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喂粥的男人含着最后一口粥 俯身堵住了她的唇 请不吝点赞